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着的大笼子 黄小桃说 这是用来储藏食物的 我走过去 揭开一个笼子布帘 看见里面有几只金丝猴 旁边笼子里 关着一只丹顶鹤 这时候 一阵梯打声传来 是从侧面一间小房间里传来的 我们立即冲了进去 看见几个出事大半的人 正在纵立处 李爽抱着脑袋缩成一团 我叫他 住手 一名厨师阴瑟瑟地看我 滚出去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别惹狂处打人冻怒 我看是你们该滚才对 刀身说完 上前一拳把那肥胖厨师击飞 其他人立刻拔出菜刀 刀身两三下 把他们全部打晕在地了 我把李闯扶起来 他被打得全身是伤 眼镜也歪了 脸上沾沾血 他瑟瑟发抖地说 后面关了人 我妻子可能在里面 我进来找 被他们打了 我则背说 你也不说一声 我们答应你要救你妻子 就一定会帮忙的 李闯去推开那扇门 那扇门很重 凭他一人之力 只能推开一道风 刀身上前 单手推开了门 一股冷气 漫了出来 房子里面的景象 如同停尸房一般 放着一张张铁床 上面覆盖着白被单 下面躺着人 我掀开背单一看 看见一个赤条条的年轻男人 皮肤苍白 如同死尸一般 黄小桃捂着嘴问 他们死掉了吗 我拿手试探一下脉搏 说 没有 只有心跳很微弱 应该是被注射了 鹅吞毒素 进入假死状态 李闯激动起来 挨个掀开背单 喊道 小雨 你在哪啊 小雨 当她掀完所有背单 发现并没有自己的妻子 痛苦地蹲下来 抱着脑袋哭泣起来 我安慰她说 别难过 存房忽然的地方 应该不止这一处 我们找找其他地方 李闯流着眼泪说 我担心的是 她已经被杀掉了 这时候 黄小桃的手筋响了 就是这里派发的手机 她拿起来 发现是光头墙的号码 按下接听 里面传来王源潮的声音 黄小桃惊喜万分 老王 你们成功潜入了吗 王源潮回答 是一个光头小哥联系的我们 我们立刻赶到了 赶掉几个保镖进来了 这里通讯区的范围覆盖 只有这片区域 黄小桃问 现在什么情况啊 鬼城里面没什么人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顺利进来 我看见尽头有一间大房子 灯火辉煌的 黄小桃说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参加这恶心的宴会 一会儿会见到狂主本人 两人定好行动指令 这次突击已逮捕狂主 及手下有限 如遇抵抗就当场击毙 绝不留情 溜到狂主的末日 就要来临了 我正想问宋星辰在不在 王源潮已经切断电话了 我心想 宋星辰和宋杰 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吧 我招了招手说 死地不宜救流 先撤吧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来走是不可能的 他们现在是假死状态 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如我们把门封了 不让外人进来 之后再来解救 行 就这样办 我们离开这个房间 将那些昏迷的厨子 全部绑了 并从他们身上搜出钥匙 然后悄悄地离开 将门反锁 并把钥匙折断在锁眼中 外面仍旧是一片欢声笑语 歌舞升平的景象 谁也没察觉到 我们这小动作 路过草丛的时候 我听见里面传出喘息声 朝里面一看 几个宾客 正在和侍女循环作乐 画面各种不和谐 黄小桃冷笑说 尽情疯狂吧 这是你们最后的疯狂了 刀身忽然说 有点奇怪 我问怎么了 到目前为止 黄雀买骨人都没有动作 难道就默许 六道狂出 独占凹头了吗 我有种预感 今晚不回太平 叫汪警官小心一点 千万别演变成 螳螂不沉 黄雀在后的局面呢 黄小桃说 王元朝和特警们 已经就位了 眼下不是瞻前顾后的时候 还是应该全力 把六道狂出 一会儿见面 倒身点点头说 嗯 我只是提醒 话音刚落 一阵梨花升空 在西域天空中绽放 宾客们惊叹不已地仰望 随后挺远前方 瞒起一阵烟雾 烟雾后面射出两道红光 一闪门慢慢打开了 服务生和侍女们 立刻推到两边 攻进了低下头 门里有一个声音传来 诸位嘉宾 欢迎赏光奔尊的六道几宴 能够来到这 诸位皆是罪犯中的 瞧瞧者 我六道狂出 再次敬诸位一杯 随着声音 传着米其林厨师庄的 六道狂出 像腾云驾雾一样的出现 原来他站在一个 像祥云一样的台子上 黄小桃翻了翻白眼 故弄喧嘘 随后 服务生和侍女 立刻忙活起来 去端来盘子 给大家一人送上一杯血红的酒 可是 送到黄小桃 和黎床手中的是酒 送给我和刀神的 就是空杯子 我问服务生 这是怎么回事 服务生微笑着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六道狂出宣布 给嘉宾上酒 我们面前的服务生和侍女 齐刷刷掏出刀子 在自己胳膊上拉了一刀 然后往我们手中空杯子注入鲜血 虽然是鲜血 却飘着一股酒香 六道狂出得意的解释 诸位都见过 用粮食做酿的酒 没见过以血肉来酿的酒 这酒名叫避血酿 是我这些手下 服用一个月的香料和特别药物 慢慢浸透入地 最终血一尾酒 酒一尾血 请诸君品尝 我嗅了嗅 杯中血 确实酒香浓郁 可是还带着一股血的温度 总之啊 这东西我是绝对不会喝的 黄小桃把酒中杯子递过来给我闻 我这杯是普通葡萄酒 为什么会喝不同的酒啊 我从前说 是知道到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众人立即溜须拍马 盛赞六道匡出的独具匠心 六道匡出一脸受用 结果手下捧上的血酒 高举说道 我与诸位同饮一杯 干 大家齐刷刷说了一声干 我和刀神趁机把酒撒在地上 装作饮用的动作 喝完 狂处说道 刚刚喝过葡萄酒的各位 就在外面继续享受美食 喝过碧鲜酿的众位嘉宾 请一步 一饮店 我将与各位共品 争修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